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盖书第一章的第四节 哈盖书第一章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大圣读 一章的第四节 这点温然荒凉 你们个人来住天花榜的皇屋吗? 这是神透过先知 责备以色列百姓的话 告诉他们 这个圣殿仍然荒凉 但是你们自己 却住在有天花榜的皇屋 这个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以色列百姓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之后 神容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让他们重建圣殿 他们一开始也有在很努力地去重建 但是后来遇到困难就停止了 我们看以色拉基 第四章 以色拉基的第四章 第二十三节 以色拉基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亚达、谢西王的上誉 独在利弘和书记身帅 兵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建 由待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二十四节 于是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到波斯王大利物第二年 他们重建圣殿 一开始就被阻挡 这是那些外邦人 不想他们重建圣殿 用势力 用政治的力量 告上王那边 王就叫他们停止 所以盖到一半 就没有盖了 所以圣殿的工地 连天花板都没有 神的殿根本没有盖起来 大概只挖了一个洞 挖了一个根基就没有了 这样一过就过了十几年了 差不多有整整的十五年 所以这个圣殿就荒凉了 你可以想象一个建筑物盖到一半停止了 里面会长什么东西 炸草一定长出来了 甚至可能树都有了 因为十五年时间 可以一棵小小的炸草 可能变成一棵树 所以这个很难看 所谓的万君治耶和华的圣殿 结果搞成这样子 所以神就问了 你们知道吗 你的圣殿 我的圣殿还在荒凉 结果你们自己 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 所以哈盖书的主题 就是重建圣殿 以当时来说 他们要努力地去 重建一个物质的圣殿 如果没有圣殿 要把圣殿盖起来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我们虽然有了物质的圣殿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的信仰 是什么的状态 如果这个圣殿 物质的殿盖起来了 但是属灵的殿没有重建 仍然荒凉 神就会很失望 神也会很生气 这个属灵圣殿是指什么 哥林多前说 第三章 哥林多前说第三章十六节 一二三 岂不知里门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里门里头吗 这里告诉我们 到底神的殿是什么 神不是住在这个建筑屋里面 神在天地万物中间 也不住在这个建筑屋里面 虽然这个会堂已经献给神了 但是真正的圣殿在哪里 圣灵要住在哪里 圣灵要住在他所拣选的人的心里 所以住在里面 这个地方就变圣殿了 所以真正的圣殿是我们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这一次灵恩会有 从今天开始 总共有五天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地思考 到底我现在自己的信仰的状态 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不要被表面的一些事情所蒙蔽了 有时候觉得我有来聚会啊 我一切都很好啊 我有做生工啊 我有奉献啊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 到底我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很好 还是我们在这个神 在我们里面的圣殿已经荒凉了 为什么当时的圣殿会荒凉 因为他们固执盖自己的房屋了 他们一开始对神是有信心的 也是有爱心的 不然的话 如果他们不爱神 怎么会搬回去耶路撒冷呢 因为要搬回去 代表他们要放弃 在巴比伦已经稳定了的生活 因为巴比伦已经他们在那边住了七十年了 至少有三代人在那边了 那第四代的人要搬回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所以一开始他们愿意搬回去 一定是爱神了 但是过了十五年 他们对神的爱已经不见了 他们比较爱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殿会荒凉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 第四节 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四节 二章四节 一起读 第二章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里圣灵责备以福所教会 他并不是责备他们说没有爱心 而是责备他们说 爱心已经变了纸了 神要的不是只有普通的爱心 神要的是你叫起初的那种爱心 起初是什么意思 这是特别感动 因为你感觉神很爱你 所以你特别爱神 那时候你不会跟神计较 你觉得说我尽量要奉献 我能够做多点 我尽量做 我一生就是为了要奉献给神 报答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 这好像有一些人说 刚刚一个关系的时候 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哇 打得火热 那种初恋的那种感觉 你对对方很有感受 很有感觉的 但是有一些人结婚之后 没有经营这个婚姻 结婚之后反而没话讲 结婚之前天天讲打电话 打text讲不停 结果结婚之后两个人在一起 住在一起 结果没话讲 起初的时候很爱对方 所以才结婚 结果结婚没几年了 住在一起 觉得对方很烦 很不顺眼 看得很不顺眼 为什么爱会有改变 让人的爱改变是很多的原因 但是神没有改变 祂爱我们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 我们对神的爱 不像一开始 是百姓一开始回去 是为了盖圣殿 可以牺牲一切 现在呢 固着盖自己的房屋 去种自己的田 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比较重要 圣殿 在那边有个洞 管它了 反正不管我的事 我不该 总有人该的 反正现在不是时候了 原来他们对神 那个爱已经不见了 你不爱神 自然不会爱神的田 像你如果不爱神 你会来教会吗 有一些信徒 对教会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兴趣 教会干不干净 对他来说没关系 教会哪里破 哪里坏 对他也没有感觉 因为他根本不来 他根本不想 但是如果你对神很有感觉 你看到有一块垃圾 有一个卫生纸 没有人安排你 你也会把它捡起来 没有人安排你来做什么 你都会自己来找事情做 这个真的对神的一堆租的爱心 有一些人很爱主的时候 他们晚间聚会 下班 都还没有吃饭 就赶过来教会 参加晚间聚会 他们觉得神很爱他 好了 但是时间过了 起初的爱心不见了 那为什么起初的爱心会不见呢 你对神的爱不见了 圣殿就会荒凉 那为什么爱会不见 或是比不上一开始了 我们看约翰一书 第二章 十五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十五节 一起大声地读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呢 这里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对神的爱 越来越减少 因为爱世界的心 取代了爱神的心 不是我们不爱神 我们也知道神很好 神很爱我们 但是神已经不是 我们生命当中的 priority了 不是那个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太可爱了 这个世界太美了 太多好玩的东西 太多好看的东西 太多物质的东西 可以追求 不是吗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去非洲 那个时候 非洲还是很落后 所以所谓的落后 就是通讯很不方便 没有手机 大家没有手机 连电话线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 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 除了去到那边或是写信 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电 所以大家都是问 船长 你们能带一本圣经给我 我们就很需要圣经 因为大家很想拿到圣经读神的话 那是太穷了 买不起神的话 因为大家很想拿到圣经读神的话 那是太穷了 买不起神的话 因为那边生活很单纯 彼此这边单纯太多了 那几年前我再回去了 觉得那边也不单纯 为什么不单纯呢 你不要以为非洲很落后 你现在手机看到的 他们也看得到 你用WhatsApp 他们也WhatsApp 只是他们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你要看到的视频 你要看到的东西 他们全部也看得到 拿到这个科技 有了科技 有了世界 没有错 有手机 有平板 有电脑 有电视 有网络 很方便 但是那个都是让世界 进到我们的心 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也发觉 他们也看很多有的没的 还是看很多世俗的东西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 在非洲 我看到几个姐妹在看东西 一边看一边笑 很好奇 到底看什么 看得那么喜乐 是不是在团契 还是讲什么美好的东西 有过去他们很不好意思 我一看 哇 这韩剧 有英文字幕 你们在教会 居然回家看这个东西 神的电已经荒凉了 你是有来聚会 但是你的心 根本都不在这里 来聚会都这样 平常在教会怎么样 你比如说以为花很多时间 才是会占据你的心 你不追剧 但是现在很多短视频 很多短视频 读不下去 常常看短视频 常常追剧 常常打电脑 打game的人 这些人 圣经是读不下去的 因为圣经 就要对他们来说 比起那些世界 是太无聊 是文字 文字是太无聊了 看不下去了 或者是你常常想说 赚钱啊 股票啊 投资啊 发达啊 神的话也进不下去了 因为那些东西很遥远 怎么样今天可以赚多一点钱 比较重要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 盖自己的房屋 但是 不知不觉 当时的百姓 只顾自己的房屋 但是 神的店 早就荒凉了 魔鬼最喜欢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店 荒凉 我们看 我们看 启示录第二十章 二十章的第七节 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 二十章第七节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尖脑里被释放出来 要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 就是哥格与马哥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都如海沙 第九节 他们上来 遍满了全地 围住圣头的营和蒙埃的城 对火从天上降下 消灭了他们 这里告诉我们 主要出来要来之前 或教会会有属灵的征战 所谓的属灵征战 就是每一个信徒 也要面对的征战 这个撒旦要被释放出来 他会迷惑 释放的列国 就是迷惑所有的信徒 然后呢 他会迷惑圣徒的 迎合蒙埃的城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尤其是我们的青年 魔鬼就喜欢攻击青年 老人家的心思 基本上价值观 大部分已经固定了 但是年轻人的心 还没有定型 年轻人很喜欢世界的潮流 流行什么 大家喜欢什么 吃什么 哪里玩 穿什么衣服 最近流行什么 就跟着世界去走 为什么世界各地教会 青年流失那么严重 我这次去到 另外一个国家 去访问教会 那个国家的青年流失也很严重 我说教会里面 怎么都没有年轻人 没有宗教教育了 他说小朋友都不见了 年轻人都跑掉了 生很少 一百人的教会 安息了只有五十人 被围攻了 教会被围攻 信徒的心被围攻 被掳走了 就像他们要重建圣殿 但是外邦人就来阻止他们 把他们弄停了 强迫他们 用刺力把他们停工 所以这个就叫半桶水的状态 你有挖了一个根基 但是没盖好 说实话 我们今天很多信徒的信仰 就是这种状态 神节选我们了 呼召我们回来盖圣殿了 洗礼了 得圣灵了 好像那个根基都打好了 但是没追求 没追求 每个礼拜有来一下 报个道吗 但是有追求神的话语吗 有在查考圣经吗 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 作为我们指路明灯吗 有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的价值观吗 有尽信尽义 想要亲亲神吗 自己的事情忙很多 为了儿女 为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自己的事情 忙得很晚都可以 晚间聚会 很多很多教会 晚间聚会 各位数 十只手指都可以数得晚 社会越忙碌的地方 人的信仰都越慌凉 我们这是半通水的状态 停在那边了 停工了 圣殿停工了 但是我们很自满哦 哇 我们会堂又盖得更大了 有些地方真的是盖得很大 哇 你也盖 我也盖 我也把它打掉 我也盖 你盖得大 我盖得比你更大 有一些地方真的是这样子 好像在比赛盖会堂这样 一直募款 盖得很漂亮 很大 我们不否认 有美好的会堂 大的会堂 宏伟的会堂 是荣耀神 但是真正荣耀神 不是会堂的本身 是会堂里面的人 有没有热心的敬拜 有没有热心的聚会 有没有热心的亲近神 服侍神 有没有真的心放在传福音上面 平常的生活 有没有圣洁 有没有荣耀神 这个比会堂的宏伟高大 更重要 所以先知说的 神的话说 我的殿 仍然荒凉 今天我们会堂有了 但是我们心里面的殿 是不是仍然荒凉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那约翰长老告诉我们 怎么样重建这个圣殿 我们刚刚讲了 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已经不见了 冷淡了 没有新的动力 没有新的爱 没有被刺激到了 同时我们被围攻 这个哥哥马哥 这是魔鬼的迷惑 罪的迷惑 世界的潮流 他们围着聚集征战 又围住圣徒的 迎合蒙爱的城 真的是我们打不过了 除非神帮助我们 但是神愿意帮助我们 100%愿意帮助我们 因为这里写了 咒有火从天降下来 这个火很重要 是天上来的火 是天火 是圣灵的火 在旧约时代 从天上来的火 可以消灭敌人 以利亚的时代 已经出现过了 有一些敌人 有一些人要抓以利亚 以利亚就像神求天火 把他们烧灭掉 这是神的介入 神的帮助 我们也知道 圣经里面的火 也预表圣灵 这些罪 这些情欲 这些爱世界的心 就好像敌人一样 在我们的心里围攻着我们 真的这个世界很吸引人 所以很难不爱世界 我这一次去日本 去访问教会 穿造线堂里 我看日本 我四十年没有去日本了 四十一年前 这就去发觉 这个走在街道上面 五光闪闪 很繁华 比卡哲利繁华太多了 卡哲利就好像像虾一样 我意思啊 不是看不起 不是看不起我们本地 但是我说比起那边 这边真的是很像 那边吃的玩的 看的 吃鸡的 好玩的 太多了 花花世界 你走在那种社会 你走在那种街道上面 你打开电视 你走在社会上 你不爱世界 你不被围攻 除非神的天火 神的圣灵帮助你 感动你 因为那些情欲 那些世界的东西 会围攻你 因为你不常常祷告 不常常被圣灵充满 没有天火来烧你的 敌人来攻打你 那世界一定把你掳走 不可能不掳走 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抵挡 今天一台手机 就可以毁了一个小孩子 一台手机就够了 一台手机也可以毁了一个青年人 让他不读书 一台手机也可以让一个人废掉了 回家就是手机了 手机电脑了 手机了 这个世界不用很大 一台手机就够了 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很有肉体 还有这个世界都是设计了 怎么来抓住我们的心的 很坏哦 那些社交媒体的CEO 那些设计 社交媒体那些人 不给自己孩子用 社交媒体 你知道吗 发明iPad的人 不给自己孩子用iPad 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些东西设计 就是要绑住你的 我用这些东西绑住别人 赚他们的钱 但是我不要我的孩子被绑住 我要孩子去踢球 我要他们去露营 我要他们去爱大自然 这些大众的孩子被绑住 真的这个世界里不被绑住很狼 除非神的火 传统在你心里面烧 烧掉你的情欲 烧到你的 知道你自己的被捆绑什么 所以我看到这句话很感动 有火从天上降下 烧灭了他们 所以我们是可以得胜 真教会会得胜的 但是不会每一个人都得胜 有人会被敌人掳走 但是有人向神求 天火会帮他 怎么重建这个圣殿 除了这个天火之外 烧掉敌人之外 我们刚回来 约翰一书第二章 二章的第十 我们通常读第十五节 当然我们特意解读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第十四节 一二三 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 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二者 这句话很重要 这里写到 教会有两代人 怎么样能够得胜 这里说第一代 就是老一代的人 叫我叫父老 父老 我们把它定义成六十岁以上了 五十岁太早了 我六十岁以下 你可以当父老了 你五十岁以下 你能当父老了 六十岁以下 不是五十岁以下 五十岁也有点早 六十岁以下 阿公呢阿妈呢那一代 信仰的第一代 第二代 这些父老 这些老一辈的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 父老辈的 约翰讲老说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到 从起初原有的 就是说我们信仰的第一代 第二代 你们对神已经认识 比较深 你人生经历过很多 你真正认识 应该到死之前 应该不会离开 因为你很认识主耶稣是谁 但是第二代 第三代 这是年轻人来说的 这也说少年人 这是很年轻的那一代 那约翰讲老说 怎么样来重建这个信仰 你们要刚强 神的道 长存在你们心里 因为我们没有上一代 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通常人会经历多的苦难 困难会抓住神多一点 那我们这一代生活比较舒服 也没有那么多苦难 怎么样 要我们的圣殿被建起来 不要荒凉呢 你要继续盖它 怎么盖呢 神的道要在你心里 神的道要在你心里 不是在你嘴里 但是很可惜 今天的年轻人 圣经背出来了 背不了多少句 我们小时候都是被逼着 要背很多圣句 所以神的话 背得出来 现在好像不流行 叫人家背东西 所以头脑装很少神的话 下一代还装很少神的话 其实背很重要 背的时候在你嘴里 记起来了 就在心里了 当试探引药出现的时候 神的话 不可以这样 这句话告诉我 神的话 挡住我不可以这样 不感到罪神 例如说如果你一直 追韩剧 或者一直想要发达 但是你背起第十五节 整天看TikTok 这个时候的十五节背起来 我花太多时间在短短视频 我花太多时间 整天想要发达 我已经爱世界了 爱神的心 就不在我里面了 剩下神的话 会直接责备你 那你就退一步了 不可以再这样讲 我都没怎么读圣经 我们在家里也很少祷告 聚会也越来少 越来懒 来了也没精神 神的话就会提醒你 这个就是重建圣殿 尤其是对我们下一代 约翰说你们要刚强 神的道 在你们心里 你才有办法胜过那恶者 不是只有求天火而已 你里面又有神的话 你心中没有神的话 你怎么样来得胜这些 阻挡你盖圣殿的敌人 今天很多阻挡 要阻挡我们盖圣殿 但是我们要得胜 但我们必须得胜费 和遇上 唱诗 所以我们读圣殿 49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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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3首 5493首 5494首 5493首